火影的世界动荡不安占火平发 在这些动荡的背后隐约都能看到黑绝的影子 这个诞生于6到17的活化时明明没什么战斗力 却将诸多强者玩弄于鼓掌之上 绝最初给人的感觉只是一个侦察行人者 负责为小组织侦察和搜集情报 同时替观众解说战况 他有着相当别致的造型 身体分为黑白两部分 两肩上还长了如晦 随着绝出场次数的增多 有关绝的信息也越来越多 绝并不是双重人物 而是黑绝白绝合二为一 在语之波斑的眼中 黑绝是他用阴阳盾创造的产物 而白绝则是搬用柱间细胞从树上种出来的 直至搬被黑虎掏心前 一直都以为黑绝是自己制造出来的 黑绝的真正创造者是大桶木灰叶 他在被两个儿子封印前 从体内分离出了黑色液体 这就是黑绝 他肩负着复活母亲的重任 与两个强无敌的哥哥不同 以非常规方式诞生的黑绝没什么战斗力 却获得了超出强人的智慧 以及无限的寿命 灰叶被羽宇与村联手封印后 绝带着灰叶的意志潜入地下 开启了黑绝旧母的传说 黑绝旧母的难度很大 他需要同时及其容器 查克拉和钥匙 为此他要把月亮上的外道魔像弄下来 然后再把伟兽和全人类的查克拉回首 有了这两点还不够 最重要的就是开启 无限阅读的钥匙轮回眼 羽依旧有轮回眼 在伦理上来说六道仙人是黑绝的大哥 但借黑绝一百个胆子 他也不敢去找大哥要轮回眼 大的打不过黑绝 就只能从李依的孩子身上下手 为此他不断挑拨英陀罗和阿修罗之间的关系 再加上六道仙人处事确实考虑不周 英陀罗阿修罗最终反目成仇 而六道仙人偏向信任爱与和平的阿修罗 并把力量都给了他 这导致本来力量占优的英陀罗 被弟弟揍得鼻青脸准 最终兄弟二人老死不相往来 久而久之以兄弟二人为核心的 宇智波一族和牵手一族诞生了 黑绝在暗中窃喜 几十年后六道仙人病死 黑绝赶紧跑到宇智波一族的家族神社里 篡改了六道仙人留下的记录 忍者世界真相的十倍 把历史真相改成了开启无限阅读 就能获得永久的和平 而且这个十倍是随着血轮眼的级别 越高解读的也就越多 黑绝一直盼着合适的人选出嫌 然而历代的英陀罗最终都不敌阿修罗 所以复活母亲的计划也就只能一拖再拖 但黑绝并没有灰心 他最大的优势便是时间 拥有无限寿命的他可以一直等下去 直至宇智波班出现 黑绝终于看到了希望 虽然在前期的战斗中 身为英陀罗转世的班 一直打破阿修罗转世的驻坚 但班比其他英陀罗的恨意更深 于是他拥有了宇智波一族历史上 第一双永恒万花筒写文言 然而再次和驻坚对决他又输了 黑绝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之后的班短暂地相信了驻坚 可在一起成立木叶后 千手和宇智波之间的嫌隙依旧存在 而班也在这段时间内 彻底地解读了 由黑绝篡改的家族十倍 他相信无限阅读 能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 为此班从木叶出走准备数年 带着九喇嘛再次和千手驻坚决战 在交手前班做了两手准备 赢了就直接拿驻坚的肉 输了的话也要咬下来驻坚一块肉 然后再依靠伊耶纳奇复活 果然这一次他即使带着九尾还是打输了 但依靠之前的缜密计划 他还是拿到了驻坚细胞 然而事情进展的并不如 黑绝预料的那般顺利 但为了轮回演艺等就是几十年 临死前才终于成功 而且还意外地把外道魔像 从月球上通灵了下来 这下三件套一下凑齐了两件 暗中的黑绝欣喜若狂 之后快要老死的班把 无限阅读计划交给了雨之波带头 班临死前使用了阴阳盾数 黑绝趁机伪装自己是班制造出来的 而且代表班的仪式 他这才从黑暗中走向前台 而且他和白绝本体一起行动 这才成了我们常见的绝 班死后带土和黑绝打入了小组织 并且成了小组织实质上的头领 而小组织也在他俩的策划下 从一个追求和平的组织 变成了一个抓捕尾兽的暴力集团 在带土的策划下 小组织成员成功地抓获了七只尾兽 离着黑绝的梦想还差八尾和九尾 然而二柱子被八尾耍了 长门也倒在了名人的嘴顿下 黑绝有些慌 长门本来是用来复活雨之波班的 现在长门死了 带土那样子即使拿到轮回岩也不会复活班的 而且黑绝觉得带土并不是因陀罗转世 拿着轮回岩也不一定能施展无限阅读 为此黑绝暗中引导着钥匙都找到了雨之波班的份 借多的手先把雨之波班以惠图转生的方式复活了 算是个双保险 无论这俩雨之波谁开启无限阅读都能让老妈复活 于是自信满满的都带着她的惠图大军找到带土 并以搬相邀行 带土也有点怕班 两人才决定联手并且发起 以捉拿八尾九尾为目标的人界大战 大战开始后 带土派黑绝去抓捕各国大名作为人质换取八尾和九尾 但联军预判了黑绝的预判 提前防备了黑绝的偷袭 此时的黑绝找到了八尾和九尾的位置并告知带土 但带土仍然选择让黑绝去送 带土想借忍者联军之手 除掉这个一直在监视自己的人 面对强大的忍者联军 实力本就不强的黑绝不敌长十郎好悬挂的 都怪长十郎没有捕到的好习惯 黑绝伺机炸死前路地底逃过一劫 此后 带土补了长门的后尘被名人嘴动击败 决心效仿长门用轮回天生复活这一战中死去的人者 就在轮回天生即将发动之际 黑绝抓住了天赐良机 附身在虚弱的带土身上控制了他的身体 并用轮回天生复活了班在逆境中实现翻牌 尽管出现了很多意外 但在黑绝的努力下救武计划终于还是回到了正面 复活后的班机败眼前的敌人 还夺走了八尾和名人体内的九尾 失去了杨九尾的名人危在旦夕 就在水门将阴性九尾转移给名人时 黑绝将自己的附身能力玩出了花 又夺走了阴性九尾的力量 现在只等班拿回自己的眼睛 就能释放无限阅读解除母亲的封印了 可带土和黑绝现在是一体 获得了九尾查克拉后带土也不再虚拟 他夺回了身体的使用权 此时的带土身上有班的轮回眼 还残留着六道之力以及寄宿着阴性九尾 是一个不能硬拼的敌人 带土主动询问班 对你来说我是什么 班为了能让带土主动交出轮回眼 谎称他将带土当成另一个自己 带土似乎诱上了班的档走向了班的怀抱 但这次上当的人不是带土而是班 带土一把插进了班的胸口 此时的带土想起了当初的志向 他也是个要成为活影的男人 带土从班体内抽取了六道之力 以及一尾和八尾的查克拉 此后两位神威的使用者首次共同施法 一起发动神威将名人和小鹰带到了一空间 然后带土也跟了过去将鹰九尾交给了名人 失去查克拉的带土再次变回虚弱状态 黑爵又获得了控制带土身体的机会 带土与黑爵争夺身体的控制权势 让小鹰赶紧摧毁他的轮回眼 以免斑在凑齐双眼后事态难以挽回 然而身为主角的小鹰默默唧唧地不动手 而神威空间外的班又被六道名左抱打一顿 为此他特别需要另一只轮回眼 于是他抢了卡卡西的万花筒来到了神威空间 此时小鹰仍旧在墨尽 带土为了保护小鹰用最后的同力送他离开 自己则再度被黑爵控制 此时班取回双眼已经没有任何阻碍 操纵着带土身体的黑爵比任何人都希望 班能拿回自己的眼睛开启无限阅读 班也没有让黑爵失望 额头上长出了慧夜同款的轮回血轮眼 轮回血轮眼被投射在月亮上 黑爵心心念念的无限阅读终于发动 此时除了班和第七班之外 所有人都被挂在了神术上陷入梦境 在班的眼中他已经获得了绝对优势 即将成为这个世界的救世主 就在他志得意满之时 黑爵的手冠穿了班的胸口 黑爵边捅边嘲讽班 你与带土没什么不同 都只是我救母过程中使用的棋子 班不敢相信 在他的认知中 黑爵就是他的意识怎么可能背叛 黑爵惨忍地说出了真相 他的意识是灰烟 之后在班的惨叫声中 浓厚的查克拉被集中到班的体内 佐助名人想要阻止事态恶化 却被黑爵抓住 班的身体一直膨胀成糊 但他仍旧不愿意接受真相 无限阅读可以为世界带来永恒的和平 乃是六道仙人所说 怎么可能有假 黑爵告诉班 是他找出了石碑并篡改了石碑的内容 无限阅读无法带来和平 只能收集查克拉 搬在绝望中膨胀并收缩 大桶木灰烈解除封印正式登场 历经千年黑爵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黑爵在千年来积累了大量的情报 也曾为小组织进行情报的搜集工作 很了解名人和佐助的信息 他虽然战斗力弱 但凭借大量的知识和情报 可以担任灰烈的战术指导 黑爵向灰烈提议 将佐助名人分离到两个空间逐一击破 灰烈听从建议用天之狱中将佐助移动到了另一个空间 想要先解决掉名人 然而名人使用大量分身干扰灰烈 而戴土在小鹰的帮助下将佐助找回石 灰烈还没能干掉名人 又变回了老样子 黑爵建议老妈孤注一致不吝啬查克拉 以最快的方式击杀这两个人 脑子不怎么灵光的灰烈继续采纳 使用超重力空间摧毁了名人的影分身 佐助名人被重力压得起不了身 灰烈虽然也受影响 但仍艰难地向名人佐助发射了共杀灰烈 但戴土和卡卡西纷纷跑出来挡枪 而戴土还舍不得曾经的死敌卡卡西 用神威转移了卡卡西身前的黑棒 自己则中招 见戴土这样黑爵很高兴 他嘲讽戴土是个没人喜欢的叛徒 名人被黑爵的言论激怒 月起斩断了黑爵藏身的袖子 并将黑爵定在地上 变成月徒的灰烈多面受敌 卡卡西也重新上线加入战局 灰烈逐渐落入下风 此时黑爵仍在努力 他将一枚共杀灰骨传送到了 名人无法防御的右侧 却被卡卡西用戴土的万花筒 直接关掉了传送门 此时名人和佐助的手 同时接触到了灰烈身体 阴阳之力结合 六道地暴天心再次将灰烈封印 黑爵见状想要逃跑 但善良的名人不忍看到黑爵与母亲分离 将他扔到灰烈身边让他们母子团聚 黑爵的故事到此也画上句号 黑爵已经尽力了 他潜伏千年细致绸缪 耐心等待机会 在手无缚机之力的情况下 将诸多强者变为妻子 实现自己的目的 黑爵是一个非常成功的野心家 至于失败则是因为灰烈不敌名人 佐助与黑爵无关 黑爵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的极致 不过历史虽然受到了黑爵的影响 却并不像黑爵所说的那样由他创造 历史是人与时间的集合 集体大众才是历史的创造主 好了 关于黑爵就说到这 拜拜